介紹一下這個手作的扭蛋機 首先介紹頭錢的地方 示範一下如何頭錢 它這個紅色的呢 這個地方是代表頭錢要放在這個位置 然後開始旋轉 轉了有頭錢的話 那個扭蛋會藏這個地方出來 然後呢 剛剛丟進去的錢呢 會從側邊這裡有一個硬幣箱出來 先示範一下如果沒有頭錢的狀況會怎麼樣 這裡會卡死 沒有辦法轉動 好 來介紹一下 這個有特別標示一下 每次投幣的金額是10元 然後呢這裡有寫注意事項 使用這個扭蛋機該注意哪些事項 然後呢這邊有做一個小標示 這個剛剛是出錢的孔 它是一個小抽屜 然後這邊也有一個標示 說明了這一個 這個是出錢孔的標示 然後呢側邊這裡 側邊這邊有兩個把手 左右各一個 是用來固定使用的 到時候可以把它裝在身上 可以走路 來看一下扭蛋機裡面的扭蛋 這樣子大概有50顆扭蛋喔 然後這裡有一個扭蛋的投幣 可以打開 對扭蛋可以從這個地方進去 然後我們再來看一下 最清新的設計 就是這裡有一個小門 是一個吸鐵座椅 重點是可以方便進出 好 我先來示範一下它怎麼 怎麼背著它去遊行 參加萬聖節的活動 好 先從小門進去好了 放人進去之後呢 好 好 好 有彈機飛到身上 好 對 拿著旁邊的把手 這樣就把手 對 這樣子呢 就可以參加遊行囉 好 示範遊戲 走秀效果 好 這個是 有彈機的走秀 別燦了 你可以看到 廣告 可以嗎 好 感谢观看